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掌握我军在南海地区的军事行动动向 试探我国对其闯入我国南海地区的态度及反应能力 美国军舰的频繁出现以及其各种保障见之 如所谓的海洋科学考察船等的到来 接近我国南沙群岛地区海域 实际上是对南海的各种海洋数据进行侦查测量 以便其在南海采取军事行动能够得到保障 同时美军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就是想通过这样的军事行动 在南海载至亚太地区刷存在感 保持在南海地区对我国的军事压力 意图让东南亚的某些国家与其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让这些国家跟着美国跑 支持美国的一些立场 韩旭东教授还认为 美军舰的频繁出现 也是为了其提出的航行自由做舆论铺垫 期待其提出的南海地区航行自由主张 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的呼应 对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领华面大俏表示 美方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 因而再而三的在南海秀肌肉挑衅姿势 这是违反国际法规则的霸权行径 是威胁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霍乱之源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 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